在石定有一间从清朝末年就流传下来的百年杜甫店 这老店跟当地的甜点业者一起结合 也开创出了独家的豆腐甜点 让百年的豆腐有了新风貌 什么 什么 这什么 还有任务 今天不是来石定玩吗 怎么会有任务 我来看看任务是什么 奇怪了 怎么只有这三个关键字 清朝 五代跟豆腐 这是什么意思 我来找个人来问一下好了 奇怪 小姐 小姐 赶时间没空了 赶时间 小姐 很奇怪 小姐赶时间 不知道我要找谁问的 前面有店 然后小姐也在那 不然我来问问看店家知不知道好了 我有个任务卡 你可以帮我看一下吗 这个对你知道 这是什么意思吗 清朝五代豆腐 你是在讲我家吗 这是你家 对啊 我们就是清朝开始做 我是第五代 我们家做豆腐 原来我今天的任务就是要探访王老板的百年豆腐店 只是现在才早上八点 买豆腐的客人就没停过 赶时间的小姐原来也是来这里买豆腐 当然赶着买 不然这豆腐真的很难买耶 一下就抢光了 所以要赶快来 它豆浆很好喝 很浓很香 你喝了它豆浆它就喝外面的 外面就这样水水的 完全都没有那种口感 没想到王老板的豆腐就是实定的雷神啦 如果你晚来了 那很抱歉 连豆渣都买不到 这百年豆腐到底有什么魅力 做豆腐我知道 老板 你是要先泡黄豆 对 黄豆不能现在泡 我已经事先先帮你泡好了 我昨天半夜就先泡你泡好了 你昨天半夜就起来泡了 对 做豆腐不可能朝九晚五 半夜两三点我们还在孟州宫 老板早就要上宫了 而且要把泡了五六个小时的黄豆 放进磨豆机里 快速磨成姜 我会趁机来给它喝一碗 不然我好自... 小姐你现在要做什么 它这个是生姜 还没煮过的不能喝 这不能啊 豆浆还没煮熟 这个还没煮 不能喝了 不是熊七 熊厚吗 熊七是煮熟过滤那一道叫熊七 这个是生 不是七 原来黄豆磨成姜后还要经过熬煮 这道工序现在可是由王家的第六代 严格把关 小姐 你只要喝豆浆 对 我要喝豆浆 这锅煮熟就可以喝了 国中就进厨房帮忙的他 天天要煮上五大锅的豆浆 所以光用眼睛看 用鼻子闻 就能掌握豆浆的熟程度 你怎么知道豆浆什么时候会熟 它滚了就可以了 你有常常偷喝吗 这太烫了 不能喝 现在滚了 开始了 好 可以摇起来了 现在再过滤了 王老板家的豆浆是呈现金黄的乳白色 这是因为老板用的 是非经营改良的加拿大黄金豆 一斤要五十多块 吃豆腐很简单 不过要把软啪啪的豆花铺在木板里 好像不太容易耶 拉着两脚 拉着两脚 然后这样子拉 对 然后 羊拉着两脚 拉着两脚 往上 对 然后 发动不容易耶 你学多久 没有学很久 要学很久 这样就可以了 对 好 因为我们刚刚包里面还有含水分 对 现在用石头压让它水分跑出来 哦 让它成型就是在模型里面成型 那个形状会漂亮一些 然后这边石头一个不够 我们还要再拿 哦 这个石头 这个石头 真的 小心小心 对 你每天都这样拿石头 对对对 祖传的豆腐就是要这么高杠 四代前的王家阿公 清朝末年看上了十定的好水值 选择落脚在这里 开启了百年豆腐生意 四年前老板家族在隔壁开了间料理店 端出不少私房料理 像是炸豆腐 豆腐根 豆花和豆腐卷 让韬客们能够品尝熊气的豆腐料理 好 味道很香很纯 回来做一定要跟我们一样 做的步骤一样 做的方式一样 坚持那个品质 这个他刚刚回来当然是都不习惯啊 就刚开始比较累了 怎么说 刚才哪里最累 最累 就每天要很早起啊 不习惯 等一下要帮我跑腿一下 帮你跑腿 对 去哪里做什么 没有没有很轻松 就帮我送豆浆到隔壁的城汽冰淇淋店 好吗 对 这是你的豆浆 谢谢 哇 所以你的甜点都跟豆腐有关喔 对啊 豆腐 豆浆有关 哇 提拉米酥 布丁还有软Q的蛋糕 没想到这些甜点都是用豆腐和豆浆做出来的 牛奶的煮的温度比较低 啊 豆浆的话比较高 所以豆浆比较容易焦焦 对对对 陈老板的爸爸是石定人 从小吃王家豆腐长大 他干脆拿豆腐来做甜点 没想到一试就成功 它的香气很足够 而且它那个水分 我觉得是它的精华在那里面 所以说我们都会等它 刚做出来 第一批我们就要把它再回来做 加入一些创新 才会有那个 就是使这个产品比较活泼 给消费者不一样的选择 一块豆腐王家保存了百年手艺 陈佳泽用来搞创意甜点 两家人给了老豆腐新灵魂 开创了石定在地特色 好 好 好 谢谢大家